说到园丽,你会想到什么? 是永不明目里的大独小珍女欧阳兰兰, 还是铁齿童牙纪小兰李纪小兰的红颜知己陆小月, 又或者是婚姻保卫战? 李座是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兰心, 园丽,原名园丽,1973年7月12日, 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中国著名影视女演员, 1994年因出演电影《飞虎队》而出道, 1998年袁立主演警匪电视剧永不明目, 并获得第18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女配角奖, 这也是她留给观众记忆最深的角色之一。 2000年,袁立又出演电视剧《铁齿童牙纪小兰》, 剧中饰演杜小月一脚而受的关注, 2002年,凭借电影《绝对情感中》的安然, 获得第25届大众电影《百花奖》最佳女配角奖, 2006年出演历史剧《招军福赛》, 2008年主演古装剧《某一天下》, 2010年主演民国历史剧《牧师庄园》, 2012年出演电影《大上海和电视剧母亲母亲》, 2016年参加纪实节目《明星调查局》, 2017年出演都市剧极品《男女日记》, 这么一波看下来, 袁立也可以说得上是作品无数, 不过, 最近让她活起来的可不是这个, 2017年12月, 《明星演技》PK节目演员的诞生在浙江卫视播出, 袁立也作为选手被邀请参加这个节目, 可是低调做工艺多年的她, 突然间活了, 不是因为演技, 而是因为节目中, 她颇显神经质的表现, 节目播出后, 各大媒体纷纷发稿袁立神经病, 一次吸毒等等攻击言论, 袁立受到如此待遇, 当然不满意, 马上发文响声节目组, 希望保回公道, 前面经历的骗局我都经历了, 最让我气愤的是这最后一段的恶意剪辑, 这是我见过最邪恶的一场剪辑, 突然间说我失忆了, 拉着记大人说, 你把我弄伤心了, 我的远口形在哪儿, 为什么这句话搭在张子怡老师惊恶的表情上, 而且张子怡老师的这个表情, 你们是从哪里偷解来, 是在这场发生的吗, 你们这是要消费我和张国立先生, 曾经在网上出现的绯闻, 现场真实讲话顺序不是这样的, 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栏目组, 导演梧桐, 那天从我进门到住门都有完整的录像, 你们敢放出真实的现场状况吗, 为了你们的收视率, 随便把人剪成了一个精神病, 是非常邪恶的, 请给我一个说法, 请还我一个公道, 我非常严肃认真的说, 这个说法我要定了, 之后的很长时间以来, 由于袁立的不屈服, 也让人挖出了节目背后的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, 虽然最后也是不欢而散, 但袁立这么敢说谎, 也是娱乐圈第一人了, 从这个时候开始开始, 袁立就在放飞自我的路上一去不复返, 在崔如元深陷流言时发生支持, 在李冰冰与亨宇燕座位纠纷, 时出言阶段, 前段时间还爆出惊天大料, 有女星为了红居然养小鬼, 可真是惊掉不少人的下本了, 7月30号, 袁立又转发了一条有关华裔兄弟财务问题的微博, 说了一句话, 颇含生意, 冰块太多了。